2024是农历甲城龙年 中国网路上掀起了有关龙字英文翻译的热烈争议 有媒体报道放弃了Dragon而改用Long Long is中国龙的音译 将龙年译为Longer 及龙无译为Longans 有学者认为 西方的龙Dragon被视为一种残暴的野兽 形象负面 而中国龙Long则是一种高贵的神物 代表好运吉祥 因此Long更贴近中国龙的原意 其实早在2005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品选时 原来呼声最高的龙洛选 一龙问题就进入了公众视野 这里面就关联龙与Dragon在国际传播上可能引起的误解 中国人是Long的传人 而不应该是Dragon的传人 那么中国龙究竟起源何处 Dragon的译法还能不能用 两者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文化差异呢 龙图腾是中国汉族的民族图腾 中国龙文化远远流长 上下数千年 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累 中国人也自称为龙的传人 关于龙的起源立来有多种说法 众说纷纭 莫终疑似 有最早的自然天象崇拜起源说 比如中国远古时期的先民 对很多自然现象感到不解 对风与雷电等自然现象及灾害 更是感到恐惧 因此对他们就出现了敬畏的心理 龙最早就来自于 闪电弯弯曲曲的形象 而其发音则来自于龙龙的雷声 先民们透过对自然及天象的观察 认为天上存在着一种能够呼风唤雨 会打雷并以闪电形象现身的神物 根据雷声它们称之为龙 也有动物起源说 例如龙来自大型爬虫类 鳄鱼、巨蜥、蛇、猪疾马等 现在多数专家认为 龙是以蛇为主体的图腾中和物 它有蛇身、马头、鹿角、牛耳、羊须、鹰藻及鱼 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龙型图案来自于新龙蛙文化茶海遗址 于1994年发现 位于境内蒙古敖汉 临近辽宁复兴 一条长约19.7米 用红褐色石块堆砌 摆放的龙 这条龙的发现 把中国人从龙的历史一直推到了8000年前 中国龙是五颜六色的虚异生物 每种颜色都有独特的象征意 例如 蓝龙和绿龙象征自然 健康和安宁 白龙象征纯洁 红龙象征着好运 红龙象征着权力 黑龙象征着复仇 中国传统包括各种不同的龙类型 每一个都被丰富的象征意义所包围 例如 玲珑是蓝色的 可以控制于河风 一龙 有别于大多数中国龙没有翅膀 这条龙有翅膀 象征着雨 有时象征着洪水 盘浪龙有别于大多数中国龙都拥有上天的能力 这条龙则仅限于水中生活在海中 控制时间 早在马可波罗1254比1300 24的东方有记里就有Dragon这个字了 从外形上观察 马可波罗可能认为 中国建筑上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后来 英国传教士马里逊1782到1834 编转出怀音字典 也将龙译为Dragon 这部怀音字典影响非常深远 这种一法一直延续了下来 然而 龙的使用也由来已久 19世纪初 英国传教士马斯曼在其所著的中国研法艺术中 就把龙译音为鹿 但翻译时依然使用Dragon的意思 西方的龙Dragon多是魔怪形象 佛土烈焰 却是唐灵前烈性如火 被视为邪恶的象征 而中国龙都更友好和善 码头 鹰枣 鱼鳞 鹿角 蛇身前没有翅膀 具有财富 吉祥 平安 权威 繁荣的象征义 两者显然是不一样的 有学者认为 语言与思考相关 对人的认知存在影响 关于龙的译法 可以翻译为龙 因为西方的Dragon译词 的确不能贴切反映中国文化中龙的含义 依照目前受众理解和接受程度 也可翻译为Chinese Dragon中国龙 日前 牛津引以字典收入Cinese Dragon为标准词目 在注释中也加入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正面意义 那么 你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